很多人常常問我 楊老師怎麼辦 就怎麼辦呢 每人都有買雞肉的經驗 在料理機或在把雞肉放冰箱之前 你一定要做處理 不管你買的是這個雞腿也好 還是買整隻雞 或是買雞翅膀 或者是買雞胸肉 不管是什麼樣的雞 你都要做處理 才能放到冰箱或做料理 這個時候講說 你是不想要雞骨頭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雞骨頭給剪掉 大家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骨頭的部分 剪刀就在順著骨頭這樣剪開來 它其實不會比賣雞的雞飯 剪的方法滿 這樣子的速度 去掉骨頭其實是蠻快的 我為什麼比較喜歡買雞的 有含骨頭的雞腿 我覺得好像自己去骨頭 雞腿的肉質好像比較好一點 比較有安心感 所以我比較喜歡這個有骨頭的雞腿 然後自己去骨頭 然後這個骨頭還可以來熬糖 所以一舉兩個用 去骨頭這個雞腿太大隻了 兩個人怎麼吃得完呢 所以通常我會買這麼大的雞腿 我把它分割成好幾種吃法 這樣子的話我下次要烹炒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方便 好我先把這個雞腿先把它切成一半 大家有注意到 我這個雞腿非常的厚 很不容易熟 所以先把它切開來 讓那個肉比較散開的話 下次再煎的時候會比較快熟一點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香草雞 所以我就把這個香料 直接就把它撒在我的雞腿上面 那當然你要先試一下這個香草 有沒有放鹽 我們可以再加一點鹽 假設沒有放鹽的話 好了以後我們就可以直接放冰箱 放冰箱的時候 我喜歡用到我們的保鮮膜 做燈包的動作 保鮮膜包好以後 不要直接放冰箱裡面 因為這樣子的話 有可能會讓這個雞腿變乾燥 所以一定要放到我們的蜜蜂袋裡面 一定要記得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就是要把我們這個標籤給放進來 像這樣子的方式 就這樣整個平平的放到我們的冰箱冷凍裡面 然後你吃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放到我們的煎鍋裡面 直接煎燙 雞腿的另外一半 我們可以把它拿來做我們的鹽酥雞 這樣子的話 一個雞腿就會有兩三種的變化的口味 鹽酥雞就是放大蒜 像這樣子的 其實蒜的味道是水泥的 然後適量的放鹽 然後那個糖是鹽的大概四到五倍的量 然後我們再加點胡椒 胡椒大概跟鹽的量是差不多 然後最總的重軸戲就是要加點我們的酒 隨便什麼酒 米酒 上心酒 把它拌一拌 讓它抓鹽一下 均勻了以後 我們就把整個 整個雞 放到塑膠袋裡面 放到塑膠袋裡面 等到我們的塑膠袋 讓所有的雞都散到我們自己的 好 以後再放到我們的保鮮膜上面 通常喔 要放多少的量 通常都會拿我的那個蜜蜂袋來測試 放實材的量 不要超過這個蜜蜂袋的大小 不要讓它重疊的方式 好 有沒有看到 它並沒有超過我的蜜蜂袋的大小 好 然後呢 把我的保鮮膜黏起來 黏起來 黏起來以後 我的食材就固定在我的保鮮膜裡面 像這樣的方式 這樣是一份的量 一整份喔 就放在我的這個蜜蜂袋裡面 然後放到我的冷凍庫去保鮮 那這樣下次我要吃的時候 我就只要拿出來這樣一份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一定要記得喔 要貼上我們的標籤 鹽水肌 有我們的標籤 我們的標籤 我們嘴巴 是否畫出可買的 我們應該會看到 等到你們 我們想看 都可以 我們想看 我們可以看 我們可以聽後 我們可以 ab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